近年来 西藏自治区不断提升医疗水平 改善就医环境 让大病不出西藏成为现实 日前 就大病不出脏如何实现问题 记者探访了西藏首家肿瘤医院 西藏康城肿瘤医院 这座及医疗 教学 科研 预防 保健 康复于一体的医院 于2020年8月13号正式建成接诊 填补了西藏无肿瘤专科医院的空白 目前已有700多名肿瘤患者从这里成功出院 当然我们建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肿瘤患者的话在全国的所有的省份里面都是有丰布的 而且西藏的肿瘤患者要得到一些规范化的治疗 建设这么一个医院 这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西藏康城肿瘤医院院长多杰泰介绍 医院与四川省肿瘤医院签订了川藏区域 共建紧密一连体战略合作协议 逐步实现与四川省肿瘤医院同质化发展 为西藏肿瘤患者提供差异化医疗服务 就是在这个肿瘤专科医院的建成以后呢 好多老百姓就不需要走到内地去治疗 真正的也是实现了这个大病不出脏的一个号召 同时呢我们也是为了达到一个和内地的同质化的一个标准呢 也真的努力着筹建这个放流啊等等像这样的一些科室的建设 目前该医院开展胃肠肿瘤 呼吸系统肿瘤 肝脏肿瘤 胰腺肿瘤 胆囊 肿瘤 子宫腹腺肿瘤 乳腺肿瘤等方面手术 化疗 免疫靶相治疗 放射治疗业务 为西藏全区肿瘤患者提供内地同级别医院的治疗服务 咱们这个高原地区啊 肿瘤的病人这个发病率非常多 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 大部分的患者就诊时间都比较晚 所以呢这个时候病情发展的就非常不理想 那但是我们既然来到这里呢 就是想为广大藏族同胞解除一些病痛 最终完成呢 大病都不出藏这样一个愿景 明天第一个恩基党 护士党 藏玛人呢 来吧来呢 哈江的边民世界大多的水族 潜中 全部都是 这个名字 这年有位的 来吧藏玛人呢 第二大突破之当 天然按住家囊者嘛 自2017年以来 西藏自治区在中国国家确定的 大病专项救治病种的基础上 增加了包虫病 白内障 膀胱癌 暖巢癌 肾癌等纳入大病集中救治病种范围 让大病不出藏 照进现实 下一步呢 在工作之余 我们也想制定一些科普的一些课程 去给大家普及这一方面的健康支持 对我们这个疾病的早发现 早治疗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据官方统计数据 截至2020年底 西藏已实现371种大病不出自治区 2373种中病不出帝室 一些常见小病 在县级医院就能得到及时治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